曾經受到傷患的困擾 一位年輕雪手 其實今年都只是25歲 給我們感覺好像他是一個打了很久的球員 由於可能他出道比較早些 所以給我們感覺好像是一個老將 但其實他並不是說很老 不過近期鄭兆哲的發揮確實是上落比較大 一時狀態是非常之好 一時是很低迷 很多比賽都第一輪出局 變成這位球員真是頗有性格 因為其實他的技術是非常全面 但很可惜他局限於身材比較矮小 變成在打法方面就沒得選擇 就是打控球 打守中反攻 或者打拉開突擊 因為他沒有黃耳咸那種飛機大炮 沒有這樣的長程炮 被迫很多時都要跟對方鬥跑 或者是通過控球才得到一個進攻機會 單從這個畫面都見到 兩位球員他們的身材真的很大差別 鄭兆哲是一米五八 至於黃耳咸就是一米七八 差了二十公分 很重要 那就差很遠了 因為很明顯如果是講力量 就是講進攻的角度 各方面黃耳咸就肯定是佔了絕對的優勢 但鄭兆哲勝在技術真的非常全面 而且他節奏的控制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今天黃耳咸能否勝出 都仍然是要看看他可不可以有一個穩定的發揮 因為打進攻的運動員 往往都挺害怕這些類似的一路遲置類的運動員 黃耳咸最近狀態都比較飄忽一些 信心也都未完全恢復 所以今天對黃耳咸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黃耳咸見到右腳膝蓋 黃耳咸做一個爆炸 因為之前打了國內的聯賽 聯賽是受傷的 也令到他沒有辦法打到全英賽 對他來說也是感到很遺憾 每次打全英賽 但我想對他來說也未必是壞事 因為他也有時間可以調整 因為黃耳咸打太多的比賽 所以在今次的阿錦賽 他也在較早之前輸給自己的隊友 盧蘭 所以也都形成了現在中國隊 女隊方面 打到目前來講都未能找到一個領軍人物 因為他們其實都很希望在奧運會之前 就有一個領軍人物的出現 但打到目前來講 每個人去到差不多會落馬 嗯 其實對於國家隊選手來說 這個不單止是國際的賽程緊密 他們本身國內的超級聯賽 也是很忙 所以打到有些是驗賽太累了 有些就會受傷 我們看回這一場賽事 開局暫時領先一分 就是背對鏡頭的黃耳咸 見到鄭兆哲真的打得很激動 看看黃耳咸是否有沒有這樣的耐性 因為如果黃耳咸硬是強攻 或者搶攻的話 反而未必是好事 一旦被對方放得住的話 就很容易出現無謂的失誤 所以我想黃耳咸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要打多板 就是要有耐性 鄭兆哲在2004年 當時18歲之年 曾經在奧運會打過八強 即是得到第五名 緊隨之後在2005年 世界錦標賽 亦都拿到同牌 沒錯 所以真的成績在那兩年裏面 亦都是備受肯定和觸目的 這兩年裏面都會做得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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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這個身形可以打到這樣的水平 我想走出街 你說她是一個有具備強實力的女子 運動員 單打運動員 我想都沒什麼人相信 沒錯 你說做一個體操運動員 這樣的身高 對 一定要減少這些無謂失誤 像這樣的球 鄭兆哲打得很棒 特意推到中間比較長 其實王二咸就不需要重招 只要輕輕放下去 或者彈到底線 就已經可以解位了 好 因為鄭兆哲本身的攻擊力並不是這麼強 是 所以王二咸真的要有些耐性才可以 看到鄭兆哲的眼神 似乎 今次阿錦賽的信心都會上回 是 因為之前一直都是幾個站的比賽 都可以說打得一般 其實有時候一位球員 可不可以打出好成績 這個籤運真的都很重要 是的 看來今天王二咸就耐性比較好些 以往來說很多時候他都是強硬去搶攻的 你看到鄭兆哲的腳很積極 好厲害 哎呀 好可惜 有機會突擊這把球 居然做失了 其實他另外一個特點 在底線那個吊球的隱蔽性是非常之強 嗯 他除了做假動作 頭頂吊直線 和滑板對角 正手方面 就是滑板直線 和劈對角線的吊球 快吊 都是鄭兆哲的拿手好戲 當然他的殺波那一下 當然比較弱些 好像剛才 心急了 因為怕攻不死 王二咸結果就攻了出界 8比3領先的是配對鏡頭的王二咸 要對角線勾得很漂亮 當分數拉開了的話 王二咸的技術都會出來 因為王二咸當受到壓力的時候 他本能反應就會用力量跟對方打 一個月前 這個超級聯賽 當時膝頭角受傷 他真的嚇一跳 因為真的出現了啪一聲 因為他都很害怕 好像王林那樣的情況出現 是 是 是 張寧 當然 希望 今次 呂丹的冠亞軍 都在他們自己 國家隊的手中 是 變成這場球 都頗重要 如果他贏得 他可以說 收工 收得工 沒錯 這些頭頂 吊直線 因為他的動作 帶有假動作 突然快速向後拉 令對方的重心下沉 然後再來一個假動作 吊直線 另外 他滑板對角也做得很漂亮 有些不夠勻 不過他的腳真的很快 看見他的腳很幼 並不是很有力 但是那個跑動 很靈敏 很靈敏 因為這麼幼 身體負荷沒有那麼重 所以令他的跑動比較快 他跟以前印尼的黃蓮香那些 有些不同 黃蓮香那些 彈來彈去 可以跳芭蕾舞 他這個 真的頻率很快 是 整個感覺 有少少像 龔治超 但是龔治超 比他重要機動 比他更加有殺傷力 是 可能龔治超 高度又高了他少少 是 但是要小心 黃蓮香 前面都打得很好 但是這段時間 就被 鄭紹哲拿回那個感覺 當他拿到節奏之後 一路就會黏住你 7比10 好厲害 這個射身的假動作 真的做得很漂亮 在這個階段 黃蓮香取得半場的領先 分數是11比7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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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色激情 騙動發甲狂熱 星期日晚634台 美斯特對巴黎星日已滿 到了星期三深夜634台 馬賽對尼斯 分科鴿組足球聯賽 NEL SPORT 全面爆發 Pizza and Chicken 以優質橄欖油 和新鮮食材炮製 有多款Pizza 炸雞 小食 被日本滋味享受 積上我們的網頁查詢 我是Pierce Morgan 我愛跟人聊天 你幾次都在愛上了嗎 你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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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 在George Clooney 你甚至跟癌症 都很好 過年肺腑 真理直信 幫得來殺賴絲 想看下一位嘉賓 即時在NOW 歡頻電視申請CNN 精美獎品手道拿來 優惠期至5月13日 Pizza Morgan Tonight 星期二至星期日 7點 快點打2008800 10088登記吧 大阪的構塞很可惜 A球波也已經出界了 其實在頭頂區 拿到機會突擊的時候 鄭少哲已經三番四次 就出了邊線出界 是 真是有些可惜 因為幾球球都可以說是可以 去到致命的階段 竟然是打了出界 其實今天真的要直接攻大板 攻得死黃岩霞 這個難度是比較難 反而拉拉釣釣這些 有可能就是一些機會 是 都仍然保持那種鬥志 因為這位球員 當他不要的時候 手就會垂下 小健 鄭少哲都有幾多的失誤 其實他的手上功夫其實是非常之好 是 但今天似乎 失誤率是偏高了一些 以他這種打法的運動員的標準 黃岩霞 今天的穩定性也是很好 相信對於他來說 剛剛相約復出這個賽事 對於他來說也是很重要 當然跟分數一直都是領先一些關係 因為他開局開得很好 如果今天他開局開得不好的話 我想這場球都會是很難打 又是勾對局失球 剛才選擇場區 我不知兩位球員是哪一個先選擇場 如果是黃亦咸先選擇場的話 其實他這個位置是選對了 還可以掙扎到 還可以掙扎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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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真是彈頭 沒辦法 一分裏面出現了兩個這麼漂亮的歐對角 鄭小姐 其實王二霞也很厲害 他的能力真的很強 這個掙扎到 你再較早之前的摺殺球也頂得住 這個就不行了 就真的完全失去位了